就是站在一個這個風險管理學系的這個學者而言 就看到整個國家的發展 那不斷的發生這個意外的事故 那我們仔細想想看什麼叫風險 風險其實基本上來就是一個危害事件發生的頻率 讓它造成的後果 那這個風險當然是有兩個幾種情況 一個是事件發生頻率雖然很低 但它造成的後果影響很大 在我們風險看起來那也是大風險 那相對也就是說經常發生但是其實後果影響很小 你也可以定義它是經常發生的小風險 那所以以這一次高雄的這個事件看起來 它累積了二十幾年 就是滾線從埋下去到發生事情 發生這麼重大的事情 那看起來確實實 它的影響性是一個非常大非常大的風險 那我講說那這個風險可以避免嗎 大家一定心裡在想這件事情 這個風險我們真的可以避免掉 我昨天跟一個朋友聊到這件事情 那我們兩個共同的這個看法 並有不利 一定發生 百分之百發生 這個風險避免不利 那為什麼要避免不利 大家直接想這件事情 就是說 從管子轉下去到爆炸 感覺起了中間沒有人在管理 那一個沒有人管理的管子 是不會秀嗎 不可能 想到知道不可能 那既然是不可能 洩漏事情一定發生 那洩漏事情發生在看 洩漏的內染物是什麼 它是一個屏溪嘛 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說 屏溪大概兩%左右 就可以產生燃燒爆炸 那天洩漏出來量 剛好符合條件 雖然爆炸是勢在必可的 然後 好 那我們就要來看 既然都已經發生了 而且這個中間過程當中 你看這個整個管理機當中 這個 大家就在討論 誰要公佈這個管線 到底管線的 這是地方政府的權限 還是中央政府應該要去做公佈 大家在那邊吵來吵去 言和將解 就站在人民的角度 這情何理的看法 我管理是誰 就要給我公佈 我們怎麼可以去忍受一個炸彈 在我們家的地下 沒有人可以忍受這件事情 好 那既然不可以忍受 而且都發生了 那我覺得 從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 我們勢必要去討論 就是 已經都發生了 我們如何避免掉這些事情 再重複發生 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已經發生的事情 還沒有其他 我們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我們必須要去把那些 其實是伴隨著那一天爆炸以後 產生出來的其他的方向 我覺得很簡單的例子 其實剛好在上個禮拜左右 我也是看到一個新聞媒體 它有報導911 911事件 美國發生那個911事件 那個新聞的內容大概是講說 美國發生911事件以後 大概他們是在2010年以後 美國不會通過一個法案 就是要去再呼 911事件因為 那雙子晶大樓 它那個遭到飛機撞擊以後 然後整個這個油料洩漏出來 然後產生燃燒爆炸 然後整個塔 又雙子晶就把它拿走 那這棟雙子晶大樓的建築物 其實它是大概1960年代末期 開始興建的 然後是在1970年代初期 興建完成 那剛好這個60年代到70年代 這個時間的轉值 剛好發生一個重大事情 就是科學界發現到說 過去我們使用的這個10年的防火材料 是一個確認人類自愛物質 所以大概在1970年代初期以後 全世界就把這個10年禁用 但好死不死 這個雙子晶大樓 開到三十幾層樓附近的時候 那三十幾層樓以下 它的防火材料都是用10年 那所以 911發生以後 整個大樓一倒塌 10年就散出來 那所以那個 911的這些救援的警消 都是最大的受害值 那當美國所以就通過這個法案 開始關注這些警消了 大概有三萬七千多人 那截至目前為止 愛人類反出來的數字 有2815個人警消 都發生癌症 那我給他算一下比例 三萬七千人2815 大概是7% 那7% 那7% 大家不要想像這個7% 那7%是非常非常影響大的一個數字 我特別要查了一下 詹老師做的研究 詹老師在調查這個 雲林六星賣療跟這個台溪 台溪跟賣療 2001年左右 大概這個癌症的發生率 是每10萬人 差不多是319 319個的大癌症 那這個跟那個 雙子津大樓的癌症發生率 比較起來小case 雙子津大樓是 三萬七千個 有2815個 意思是說 每10萬人就只7000個 大概是台溪賣療的 二十幾倍 從越完 那我們看看就是高雄的爆炸 這個爆炸 當天的一炸整個路 整個路 但我們都知道說 路當中其實 這個累積了相當大 我們汽車 汽機車所產生出來的 這些 Polygon 上面都是致癌物質 所以它經過這麼一炸 整個產生出來的 這些 Polygon 量起來 都是警消暴露的 第一個現場 我們國家是不是應該 也要對這些 假設我們在一部 這些第一線救我們 這些消防人員跟檢查人員 或醫護人員 甚至就是所謂的這個 緊急救災的這些人員 他們就是大量的 在這個情況下 浮渡到 他如果命大 沒有遭到爆炸的危險 但是相對的 他也在這個過程上 浮渡到非常高的 高的這些 Polygon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對他們 後續的健康風險 持續追蹤關注 這個才是一個政府 其實正在緊急應變的角度來看 需要去關照的意見之意 另外一個就是說 從風險關注的角度來看 我們在思考說 這件事情 有沒有在什麼相關的細節當中 能夠讓它風險可以再降更低 那我那天跟我同朋友在聊天當中 我們也是聊到一件事情 大家仔細想看 事件發生爆發當天 大概有二十幾通的電話 報案說 滾到相當高的瓦斯的臭味 那我們討論的結果是說 有沒有人去關注到說 這二十幾個人 打電話的這個點 是從哪一個點打電話進來的 那如果能夠把這些二十幾個人 打電話點統統建置起來 大概就知道說 這個HotSpot的範圍 大概是在哪一個區塊 那我們想說就是有警覺性 通常一個瓦斯的車位 能夠引起二十幾個人打電話 這個很了不起啦 台灣過去有沒有這樣的紀錄說 有一個瓦斯的車位 引起二十幾個人電話 要求說要來趕快處理 我不知道 但是仔細想一想 可能不會有這麼多人打過 那一個二十幾個人打電話的 這個事件大概已經是一個 很大的indicator了 就是指標了 所以我們才會討論到說 二十幾個人大概是怎麼樣分配的 那 那二十幾個人那個位子出來以後 他的管制區就可以畫出來了 就是說我們如果意識到 這是個大事件 怎麼讓更多人不要在馬乎上走到 那相對的這個風險 就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去把它降低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 剛才美女朋友一直在問我這件事情 就是說管線管線到底要走哪一條 讓我來提到 事情都已經發生了 事情都已經發生這個樣子 還要討論管線要走哪一條線 根本就不可能有管線走哪一條線 就是對我們而言 老百姓的這個生命安全財產 是國家去保護的對象 結果你還容許他去設置一條管線在你家 你要討論他走哪一點 可以討論那這也就是那個沒有人性 誰願意管線經過你家 誰都嘛不願意 所以我們怎麼還會去討論這個議題呢 所以不討論他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 實話公約區 他可能就是要集中管理 那不應該有任何的管線 存在在我們生活的周遭當中 我們要一勞一勞去解決這樣 這個風險事件的再度發生 唯一能夠百分之百礦資助理就是 不要經過我家了 誰的家都不應該在進步 所以就是 這件事情發生至今 我覺得正在風險管理的角度 可以去思維 可以去提出建議的這個 極限事項 再跟大家做報告